大家都知道耶稣真是神的义士 这些很难得的,祂很清楚这个信心 但按往,祂仍然也要学习 其实因为我信得过这个神,所以祂什么都可以 很多事我们根本都掌握不了,都不要紧 我请大家试试这个 我很快叫祂约翁明实习,都是约翁明 一个例子就是复会,到耶稣真是复会的时候 你看马利亚,我有一时间回来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 马利亚去到坟墓,祂想告耶稣 但这个坟墓应该不明 祂就说人家偷了一个尸体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马利亚看到天使我 都以为都没有改变到祂 看到耶稣都只是拿着尸体 为什麽呢,因为祂有一个框框 即祂有一个限制,祂觉得是最重要找到一个世界 祂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这个祂没有想到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限制,我们需要一个完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可能性 我们要开放的可能性 有时我们拿着框框 比如说一定要这样的事,一定要帮他 马利亚就是这样的事 怎样要一个尸体 因为法国根本不需要一个尸体 耶稣会生生在这个面前 你看看最后怎样帮祂呢 其实你看完也都没有 所以就叫祂的名字 马利亚一个人和马利亚真实 其实耶稣应该赴他 他真的赴不住,我赴不住 他也赴不住,是不一样的 是要耶稣向他显示,他才赴得到 那这次的意念,这次的意念也不同了 他这次的意念就是真的不是靠他 这次是靠他声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发觉 我们需要跳出我们的框框 那个方法是什麽呢 是不能掌握的 我不知道你沒有那麼經歷 譬如你這次有一個很大的苦難 你將有神幫你跳過 你下一次也沒有把握 或者你講給別人聽 幫不了別人 一個個不知之不同 知之是神親自跟你說話 是一些方法你掌握不到 我今天不可以這樣聽 這樣一個方法 你只要跟ABC跟著就可以了 就不是這樣的 是超越你所想像的 突然間可以就行了 我們很不喜歡這樣 你只好講一句話 我握著我 你無論如何都要理會到 但就是這樣 是你掌握不到的 我們不需要一個方法 我們需要跳出這個方法 你知不知真的看到神的榮譽 其實到二十章 最後一晚就說 我跟你們說 我真的見到神的 我才真的見到神的 是一個他想像不到 以為可以這樣 你想想 他當時真是復活 耶穌復活他們的榮譽 真是想像到他這樣復活 他不是拉薩路怎麼復活 他復活之後 突然開始見到 這些我們時候就很容易 但當時沒想過是這樣的 不需要跟進去 突然間就是這樣 他跟你們在一起 這些復活的耶穌 不用跟你們復活在一起 因為當時他們很難想像 我們看完下一節 到馬利亞第28節 《葛藏仗方》十一章 馬大就回去說給妹妹馬利亞聽 夫子來要叫你 馬大聽你急忙其樂到耶穌那裡 兩個姊妹都是這樣 急忙其樂 上一次馬利亞可能只顧著哭 就聽不到 三十節 那時耶穌還妹有進村子 迎在馬大迎接她的地方 那時馬利亞在家裡 安慰她的猶太 見她急忙其樂 就跟著她 以為她要去 沒有打你去哭 萬一道理耶穌那裡 看見她 就伏伏在她腳前話 主說你約早就來借她 我兄弟這時一樣 我回到這次 這句話其實說不出什麼 最少他們是有天道的台詞 而且又知道他們是有信心 這句話其實是有信心的 如果耶穌早點來就走 33節 耶穌看見她哭 並看見她同流流太人咬哭 就心裡悲嘆 有神憂愁 便說 便說 你們把刀光放盡那裡 她們回家說 請主流汗 耶穌哭 有他人就說 你看他愛借人是何 等你 他就讀到這裏 我想問馬利亞和耶穌 耶穌為什麼幫馬利亞呢 他一句話都沒有跟馬利亞說 馬都叫不到 我跟他說了很多 跟他咬神學問的 咬完他都沒有這個盼望 但馬利亞一句都沒有跟他說 其實他對於文化人用了一個看見 他說馬利亞看見耶穌 然後耶穌看見馬利亞 然後耶穌看見他哭的馬 然後耶穌問他們安放在哪裏 他說請主來看 然後36節 他就說 你看看他愛的人 你能看怎麼看 大家對望 就這樣 那他所說的 我想打出這裏 他說的愛心 對馬利亞來說 他需要安慰 如果你說馬大是很理性 馬利亞就真的很感性 他很傷心 耶穌如何幫他處理傷心 不是說哪裏的 他說沒有用的 耶穌跟他一起哭 你有沒有想過有所行政 他特地前導 他一早知道他會復活 一些傷心都不需要有 你想想 而且他計劃了 他一早就知道是這樣 有行政 但是耶穌聽聞說 他原因是只有一個人 就是他看見馬利亞下 他就看見 我相信耶穌不是扮演 這是一種同理心 但是這一個人 什麼是這麼重要呢 如果你看看三十六節 右派人 他說你看看耶穌多愛 我想想想想 我們很多時候都錯過了這一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就是當神好像沒有幫我們 我們祈禱求神醫病 求神救我們的親人 不用死 我們發覺有時神沒有做到 我們於是便會說 神是你都不愛我 你都不聽我祈禱 你聽我祈禱 你如果愛我 你就應該聽我祈禱 但是你發覺不愛我 如果神真是醫治 我們現在 這個是看到神的大能 不是看到祂的愛 怎麼才看到神的愛 就是祂和你一起哭 其實很大人就是祂 祂和你一起哭 是超級的 我想大家想不想我這個 其實一個人悲傷 是需要安慰 需要感受這種愛 但是那個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有人和你一起哭 即是說 你知道你要愛一個人 你見到他傷心 你都會傷心 這樣便是愛了 這樣便看到祂的愛 就是有太子 這樣說的 我想說很多時候 我們面對這些苦難 我們真的覺得神不愛我 因為好像祂沒有拿走過苦難 其實原來愛跟這個沒有關係 你如果要看到神的愛 就要感覺到祂和你一起 祂很明白你不傷心 甚至祂都很傷心 這樣才是 這樣才是 那麼你說神不那麼傷心 我們就問那個問題 所以客人是怎樣 其實這是很自然的愛的流 所以說這樣的愛是最安慰到的 我會讓大家看看這些問題 就是千難的兄弟一節